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恒大这个事情就炸了锅了 炸锅之后呢 许家印这一代人吧 他的公司里面那些高管一个个都被抓起来了 所以说有人说许家印被抓起来是因为恒大的这个爆雷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最新的媒体报道说啊 说许家印这个被中国官方抓起来 主要是因为他在之前给习近平做了一个局 他已经把恒大的一些资产全部偷偷的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了 而且他的妻子啊 有人说是前妻 有人说呢还没有离婚 但是有信息说 他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是技术性的离婚了 丁玉梅 并且中国官方呢 出入境管理局已经证实 丁玉梅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拿的呢 离开香港的时候拿的是加拿大的护照 那证明他就是加拿大的公民 起码这一点 所以他已经去了加拿大 许家印把他的一些资产全部都转移到他孩子跟他前妻的一个名下了 所以因为这一点惹怒了习近平 所以昨天华尔街日报啊 信息说 说中国政府正在查许家印恒大的这个资产转移的事情 到底能够查出多少来呢 目前也没有一个眉目 那你认为是不是真如这些媒体所讲的 许家印被中国政府抓起来 就是因为他转移资产 如果他不转移资产 他亏多少钱都没事 这是西方媒体 尤其是权威媒体的这个报道 我认为他们是有他们的消息来源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是这么说 但是呢 我没有这样的信息 我在许家印刚开始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在华尔街论坛上面就讲 我许家印之所以被抓 那就是恒大这个事情就基本上定局了 就是说解决的差不多了 剩下来就看怎么收尸了 就是说恒大能不能给成这个敬小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给一个什么名字 恒大这个名字太可怕了 只有英明领袖伟大毛主席的人叫恒大 死了以后还让大家看 云云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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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恒大名字是注定了它完蛋 这个我在早几年的之前讲过 我们之前的杂志也早就登过了 首先是在黑名单上面 但是因为你这个房地产 实际的层次层面太多 银行的钱啊 这么多的客户啊 对吧 然后实际到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啊 你如果把你抓进去 那好吧 纷纷地把你抓出去 但是很多问题 谁能够来处理 所以留下了它的最近几年呢 就是要它处理这些问题 处理得七七八八了 诶 你没有这个处理能力了 你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就把你进去 所以我就判断出来的是这么一个判断 我正好跟外面的朋友呢 相反 那人家就是说房地产撤得完了 我不是这么认为 所以星期一的时候香港一恢复上市 这个恒大的股票就涨了百分之二十八是多少 当然这个是一种炒作啊 这或者是一种投机 并不意味着明天还要涨 对吧 但是呢 房地产的这个底 大家经过了最近几个月越来越清楚 它跟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有本质差别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我百分之一的电金买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然后呢 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我再把这个房子抵押 再去买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我又抵押又买一个东西 叫次贷危机 搞了半天你都不知道这个 抵押了多少东西 自己都糊涂了 你知道吧 自己也糊涂了 银行也糊涂了 大家全部都糊涂了 糊涂了之后这个时候如果利息要增加 或者你返款出现问题 它整个的经营链条就断掉了 一断掉了以后 所有的这个产品在里面就泡水了 它就暴雪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金融黑洞 或者是叫房地产黑洞 你要化解这个事情 后来就政府必须要强于力的出手 而这一次中国出手并不多 中国政府出手不但不多 反而踩上一脚 你要掉到水里去了 我再把你抵下去 所以三条红线就是把更多人推到水里面去 它为什么这样做 难道是中国政府自己找死吗 不是的 是因为房地产这样一个产品 理财的产品或者是生产的产品 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梦想 它没有几点投资啊 最开始投资股票 坏得一塌糊涂 或者说发现不能玩了 我没有几点地方投 对吧 只有一个房地产历史已经证明了 房地产即使是跌 有时候也会涨回来 股票一跌了可能就必须完了 对不对 房地产就是很多老百姓 它不懂那些金融常识它可控的 对 它认为就是个可控的东西 所以在美国也是房地产中产阶级 使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 你在澳大利亚 你在加拿大 你在很多的国家 你都发现一般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 他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之下 除了是搞那个房地产公司 怎么不说啊 一般老百姓都是把 或者是不少是把房地产 变成自己的一个主要财产 主要财产 那中国这些年 有一些人就有了一些钱 有了一些钱 他没有接到投资机会 他就是投资房地产 但是你说投多了吧 也没有 因为为什么 中国有一条卡丝了 你要付40% 50% 60% 那跟美国的以前付1%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而且老百姓把这个钱还给房地产商 房子还没出来了 就给你钱了 等于是房地产商就拉了这个钱 自己去开发 就去盖房子 所以实际上本质上是 出在房地产的身上 就是搞房子太多 太贪 那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讲 那当然是吃亏嘛 但是吃亏呢 也没有说吃亏到完全没有 对吧 他可能跌个20% 30% 那中国的这些老百姓 如果说你真的是像美国这样 我们是要靠每个月来付这个贷款 你压力是非常很大 那中国人的手里是 你降到习以后 马上就把钱投出来去付这个房地 对吧 就说明中国人就是说 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房子上 但是这个房子本身呢 是使他感觉到很失望 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要求 像之前那么涨 但是呢 这个事情不至于的 让你来春夏烫产没饭吃 没错 我已经全部付清楚了 原来我再投资两套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呢 有一部分可能是借款 但是很多的不是 很多人是付了40% 50% 所以对一般老百姓的压力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没有的话那老百姓会骂死我了 说你再来讲话不腰痛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压力比美国当时的老百姓 要压力小很多很多 另外房地产这个东西 它毕竟不是一个纸上的素质 它是个真正实实的房子 如果有的地方你房子还不行的话 不能住人为租都可以 或者是这个时候 见了你除非是年久失修 变成一个真正的烂尾的贵 那很多的房子还是有它一定的价值 这是说价值产生一个变化 那经过了这些年的消化处理呢 我觉得三个红线是过分的粗暴 所以中国也不想打得那么狠 原来习近平讲那个 我们也批评过很多次 房地产不是草的 这也是 基本上是没有尝试的 也是不应该讲的话 但是当时候可能居于他论的目的 那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你还是要把房地产重新集会一点 那大家就已经看到底了 这个底就在这个地方 那房地产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 或者三十年以后 太长了 三十年太长了 五年十年可能又会回来 又会回来 然后但是大家不会再去吵了 不会再去 就那么疯狂去狂吵了 因为房地产太多 那属家英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利用价值就越来越低了 所以进去以后 接受一些教训给大家的时间 他是不是要让钱 让他老婆走吧 也不是那么隐隐走的 除非他的资金在海外 那转个账就可以了 如果他的资金在中国 那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如果说是最近转 那中国政府控制得很厉害 对吧 除非早就控制住了 对他的行为 二十四天都监控了 对吧 所以这些传说 我不知道真和假 但是许家英能够发展到今天 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房地产的一个索引 一个索引 他的聪明 他的勇敢 他的胆量 他的社会关系 对吧 网上还流传 他跟这个场委 那个场委 一大堆 那不是网上流传的 那是恒大他们自己的媒体 叫恒大 他们内部的一个报纸 七月份的时候 看法的 当时还没有被抓起来 七月份的时候 就登出了 他跟中国的一些省市的省委书记呀 一些高官啊 在一起 当中的有两个人 是大家可能觉得特别 特别容易想起来的 一个是现在的中国的国务委员之一 唯一的一个女性 那个陈于琴 对 第二个呢 就是已经被查的 孙志刚 就他们两个官员 坐在一起的照片 最近一两天 中国互联网上 又在疯传 他们那个老照片 说你看 许家印当时 跟中国的高官们 打得这么火热 难道今天今天 许家印被抓了 这些高官们 就没有问题吗 还没抓到更大的 好像有没有还说什么 常委家族 政治主委家族 真的假的 有人说这个事件呢 有可能 打这个许家印啊 是冲着 曾庆红来的 说这个 因为当时 许家印的这个发家 他的这个恒大事业的发展 跟曾庆红他们家 是脱不开关系的 叫曾陆维 没错 说他呢 有可能是曾家的白手套之一 所以最后呢 深了查啊 有可能是查这个曾庆红 而且啊 这个媒体的触角很广 居然联系到了说 前段时间 说习近平在北戴河开会 曾庆红向他发难 带领众多的元老们 开始痛斥习近平 所以因此 习近平在 那个时候 含恨在心 我要找谁来出气呢 哎 就看到恒大这个事 再一查 原来许家印跟曾家有联系 那就把他先拿下 要拿早就拿下来了 现在 曾庆红 已经没有什么 他的力量了 对 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曾庆华 还是有一些传说中间的力量 事实上 曾庆红 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 还是蛮强的 所以很多人 对他的印象都不错 所以他的好像是很有力量 但是人离开 在这个官场时间 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那个人都换掉了 作用就很小很小 他可能还有一些他培养的人 首先我不认为曾庆红 会在北戴河发什么烂 撕下讲一句话都会很小心 很含蓄 对吧 近平同志是做得很不错的 但是还要磨砺磨砺 对吧 也许这种话 则是已经灭到杀机了 很多人拿来说 习近平 不可能的 还说持浩天 对 持浩天 94岁的尿袋子 都是要别人帮都不记的 估计是说不了话 对 而且持浩天自己问题打 对 远华案就是 他就是后台 他是后台之一 所以 这些都不可能的 但是大家都是因为讨厌习近平 越恨习近平 什么事情都是习近平 所以我在十八到十七大之前我就讲了 中国一定要搞个人领导制 不要搞九龙治水 为什么 一搞九龙治水 所有的问题都是组织上犯的 组织上就没有责任了 也不要搞双轨制 什么总书记政府 一上不能创造二上 中国老话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人 对吧 皇帝也好 总统也好 什么都可以 对吧 或者是国家主席 你就找你双长 现在中国老百姓想明白了吗 对吧 习近平连任 对吧 打破连任的惯例 习近平是核心 那就说明 中国的一切 仍要是习近平的 权力是习近平的 那责任是习近平的 那美国总统 仍然是第一号而打的对象 是不是 就这个道理 这就明白了 这就是梳理 基本上梳理通了 很多人 很多人糊涂糊涂 什么集体领导制 他挖不着集体领导制 集体领导制 集体领导制不承担 就是藏污纳垢 对 就是藏污纳垢 各自封章 你也不告诉我 我也不管你 但是就这样的 相互之间建立一个平衡 对 大家都心知肚明 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九龙之血是中国最烂的政治制度 各队指定接班 那也是烂得不得了 还有双轨制 一个什么总书记 一个总理 到底是谁的责任 对吧 现在很明白了吗 所以李克强在台上的时候 李克强没有资格承担责任 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嘛 国务院总理就是你的打工仔嘛 你的执行长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不错 现在大家就是有勇气 就往习近平身上发泄 对吧 这个方向就很明确 很想明白 然后大家发挥各种各种想象的 编造各种各种故事 对不对 那些故事还评得很像 但是有时候不太认真 你看早几天我们华尔街论坛 就报道了一个人 就是给我们的一份流传的一份 一份国庆的讲话 也就是习近平说 我是牛脾气 我要怎么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 就是当年江总书记 这个放针的结果 这个 这个 府总书记 纵营的结果 这个 他就忘了怎么会有内部讲话呢 国庆招待会是外国使节都可以参加的 对不对 您说的这个版本啊 实际上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 就流传出来了 对对对 说习近平向他的幕僚们抱怨 前任把这个屎盆子全部扣他身上了 苏州屎扣他一脑袋 留下来一大烂摊的事儿 他很生气 这种所谓习近平内部讲话 总会在隔一段时间一个中共什么会议之后啊 不论是公开的不公开的都会出来 但这一次呢 光复到这个许家印这个事儿 还有一点 媒体当中还有个猜测 说习近平这一次抓许家印啊 那要拿许家印出气啊 就是因为看到前段时间 他在喊保教楼保教楼保教楼 可是这房子呢一直没交出来 所以他要杀鸡儆猴 把这个恒大拿下来之后 逼迫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 赶紧的交楼 交了楼就交楼不杀 交楼不杀 哎呀 有很多房地产商 比如说碧桂鱼呢 或者是一些房地产商 不是每个房地产商都是很大 又云久又大 没有 碧桂鱼一听这个名字小家碧鱼 所以做事情可能更经济的 有些问题是流动资金问题 流动资金 有时候一些企业你给他资金就活过来了 早一段时间卡的他死 没错 我觉得现在放水吧 他也不能放太多 要放 如果再放水 就这个楼市 那等于又白搞了 又白搞了 所以习近平这个角色 他是挨骂的角色 那没办法 亲自指挥 对嘛 对对 亲自挨骂 亲自不识 挺好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